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欢迎国际贵宾 土耳其人求婚发生悲剧 以下是西班牙详细内容 普京向非洲国家送粮送弹药 更免除国债 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向非洲国家免费提供弹药 以加强安全 并表示它将消除总共230亿美元的债务 普京是在圣比特布举人的俄罗斯和非洲峰会的第二天 也是最后一天宣布的 第一天他承诺向一些国家免费提供粮食 普京在峰会上表示有兴趣发展 和非洲大陆的军事合作 他还表示 将仔细研究非洲关于湖南和平的第二 非洲领导人上个月 向普京和湖南总统责任司机提出了和平的倡议 普京在这次峰会上 试图加强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普利哥俊出现在俄非峰会 阿加纳图加强普利哥俊在圣比特布举人的俄非峰会期间出现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报道 他和中非共和国高级官员马普加达成克首见面 这是6月份阿加纳兵变失败以来 首次在俄斯确认看到了普利哥俊 BBC的新闻证实这张照片是真的 他们两个人的会面 是在圣比特布特雷齐尼公的酒店居住 而这间酒店属于普利哥俊 俄罗斯赞扬和朝鲜的友谊 朝鲜的官方媒体 根据普京指金正恩的一封信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赞扬和朝鲜的亲密友谊 他还感谢这个国家对莫斯科的支持 这两个邻国都对美国怀有强烈的厌护感 普京还承诺加强和这个国家的经济 政治和安全的联系 俄罗斯和中国的代表 目前正在平壤庆祝1953年停战的协议 这个协议结束了朝鲜的战争 比利时瑞斯案的疑空是死者的儿子 星期二 有人在比利时烈日省乌佩耶市属 在一个小镇附近的阿尔巴特运河中的 一个飘浮的冰箱里面 发现了四截人体的残验 现在已经证实 是74岁的女子玛丽亚的手和脚 他的儿子星期四被捕涉严谋杀 星期二 当地的一名老人 看见一台冰箱飘浮在这个小镇的运河上 里面发现了两只手臂和两条体 手上还涂着指甲油 星期四早上 一名嫌疑人被捕 是他的儿子伊茜茂尔 这名35岁男子 在布鲁塞尔一间酒店被捕 当时他正准备坐飞机飞往韩国 他报道 嫌疑人已经受到初步的审问 将在星期五 继续接受地方法官的审讯 在7月15日 就有人匿名举报说 在亚农区的一个小镇 有人失害了他的母亲 并将他切成碎片 将尸体的部位放入冰箱中 由于作为消息来源的举报者 可能因为吸毒或者喝酒 甚至不太清醒 因此他的故事几乎无可信 尽管是这样 比利时警方的偵探 还是去了那间屋 但什么都没有找到 冰箱和冰柜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体危害 当地居民表示 住在那里的七十多岁的老人 马尼亚正在意大利度假 但当在星期三 发现了一个飘浮的冰箱时 警方很快就和这件案件建立了联系 于是 伊斯莫尔被捕 随后 警方继续搜寻 黎明女子其他身体部位 在马尸河一个飘浮的储物箱中 发现了一个容器 里面装有她母亲的驱缸和头部 据警方说 这一位老人家 在7月10日左右 已经在家里被拾害 然后她的家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是 对于这件事件的原因 目前警方正在偵查和审讯中 法国调查摄芯片间调活动的中法公民 法国检察部正在调查一些涉嫌和中国和和斯等外国势力 分享关键半导体技术的法国和中国公民 彭博社星期四7月27日引述知识人士报道 有四个人正面临起诉 其中两个人 因为涉嫌和外国势力分享文件 从而可能损害法国国家利益而被通缩 这一名知情人士说 调查对象被怀疑从事非法出口 和刑事共贸、偽造和濫用公司资产等活动 首先披露这项指控的巴勒人报道 调查的目标是法国马因河国省 半导体公司奥密的高管 这家公司已在五月份 被美国和康电讯收购 报道说 一名中国商人通过一家法国投资基金 买落了奥密公司94%股份 以向中国和俄罗斯转让技术 奥密的技术 包括淡化价的芯片 这一种的芯片 被应用于武器等多个领域 能够被其他芯片在更高频率、功率和温度下使用 报道还说 儘管欧盟在俄罗斯吞并克利米亚后 对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 实施了出口的限制 但奥密仍然实施了一项複杂的计划 向俄罗斯转移设备 法国中央反金属犯罪办公室的调查发现 奥密公司现在所有人 是一名名叫Rodan Z 的中国人 他持有这家公司94%股份 这个人和中国国防工业有直接的关系 法国的司法系统 已经锁定了这位中国的企业家 他还拥有一家位于利益的 纳米技术公司的股份 不过 Rodan 本人并没有在奥密公司任职 他利用一名法国工程师马克·R 作为房子的老板 并让他的妻子和孩子担留要职 在法国司法部监定的录音中 马克忧心匆匆地说 我们传递了不该传递的信息 至于中国的大股东Rodan 他的股份已经被法院扣押 除此 法国国家通过其追回并扣押 和没收资产的机构 获得了管理授权 这个发生在奥密公司 被美国公司收购 并更名为马克勤支持 法国工业部长李斯科尔 星期四接受法国南方电台采访时 回应巴黎人报的报道 疑犯已经被制止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不过他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疑犯 或者调查对象的细节 李斯科尔说 当政府就工业间调行为的风险 发出呼吁和警告时 不是在此演戏扮演007的邦德 他还说经济战是存在的 而且有法国打人的手段 法国检方的调查 在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访问中国前逆浮演 勒梅尔将在星期五至下星期一访问中国 中国持发火箭军副司令实力消息 中国大陆澎湃新闻24日晚间发出报道说 从吴国华亲人注意获释 中国火箭军副司令年吴国华中长 因病医治无效 在7月4日在北京去世 享年66岁 不过这条报道 并被各国内大网站转载的 有关吴国华死亡消息都被删除了 关于吴国华的死因 网上流传著多种说法 据香港媒体报道 吴国华因为突发脑冲血 经抢救幕后去世 但亦有网民说 吴国华是自杀 和火箭军司令年李玉超 被带走调查有关 最近外界盛传大陆的火箭军多名高级将领 涉及贪腐或泄物案 中国外交部网站发生了变化 在秦光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之后 他的名字和资料一度消失 但星期五早上 相关的文章重新上架 在外交部官网中 外交部长一栏目前仍然显示 信息在更新中 而外交动态的领导人活动 外事日程等难目 就可以重新看到有关秦光的名字 最新的一则是6月25日 發表的秦光会见 越南外长裴星山 此外秦光会见俄罗斯副外长露登科 秦光会见斯里兰加外长薩布里 秦光向中国东盟关系瓦加达论坛 纪念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周年的致何信 秦光会见巴基斯坦参合长 连续委主席什希尔 秦光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通电话 秦光和美国国务卿布囊肯会谈等等文章 亦重新上架 此外外交部网站星期五更新的 外交部长一栏中的内容 发布了王毅的部长致辞 王毅在致辞中说 欢迎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我仅代表中国外交部存在同时 向你致以诚致的敬意和忠心祝福 与此同时 中国发生了人事变动 引人注目的是 前外交部副部长陆玉成 从外交部平调至广播电视总工任副局长 今天 亦被免去广电副局长的职务 是否另有任用 就不清楚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欢迎国际的贵宾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 7月28日晚上8点开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这届大运会 共吸引了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 一共6500名运动员参与 习近平在致辞时表示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是青春的圣会 团结的圣会 友谊的圣会 7月28日中午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四川省城东市 金牛宾馆巨人联会 欢迎出席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 下季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习近平指出 成都是历史文化名成 亦是中国最具努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 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字地象 这些国际贵宾包括印尼总统左火维多多 和夫人伊利亚纳 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子亚利 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 归亚纳总统亚利 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 以及国际大体联代理主席雷洛埃德 习近平和彭丽媛 和贵宾们一一亲戚握手 胡志文后并且合影留念 再来看这些不幸的消息 土耳其人求婚发生悲剂 在土耳其的克洛卡内 一场在懸崖上的求婚 变成了一张悲剂 39岁的耶西姆·德米尔 他的男友丹室跪下向他求婚 他高兴地大叫了一声耶斯 接受了求婚 但几分钟之后 他就从懸崖上跌下来 从30多米高的地方坠落 德米尔和他的男友古尔苏 想在沿崖上享受日落的野餐 古尔苏认为 那是求婚的最佳时机 当求婚成功之后 古尔苏就急忙去车上 拿香槟和小吃 但当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未婚妻痕在下面 最初 他还从罪落中行存 但后来因为伤重 在医院中死亡 德米尔是怎样跌下去的 仍然不清楚 但古尔苏承认 在他丹室跪下求婚之前 他们喝了很多酒 最终酿成了悲剂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